他可以坐电单车 可是重点是 你觉得他只适合 而且只可以坐电单车吗 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时候 你的钱需要的更多 不是因为你要赚更多 而是因为他需要 持续这些梦想上更多 当然也不一定要用到钱 可是你最起码要能够财富自由 但是呢最起码我就要讲重要一件事情 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争气 请你不要放弃 真的 有一天 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在聊天 孩子在那边滑手机 打游戏 爸爸在讲 儿子啊 现在钱没有赚这样多 不要想女朋友 儿子 听了一下 爸爸 有这样的吗 没有钱就不可以交女朋友的 我的女朋友 没有啊 况且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我女朋友跟我讲 就算我骑电单车 他都愿意陪我坐 不是每个人这样实力的 老爸 结果呢 爸爸就带走 儿子 如果你真的有女朋友了 你现在应该做的东西是好好努力赚钱 而不是那边整天打游戏 滑手机罢了 而且哦 就算这个女孩子哦 一定给你骑电单车好 儿子的话跟你讲 我觉得你都配的 做孩子的男朋友了 爸爸 做什么你这样子讲 你要听得很清楚 没有人一辈子需要迁就你的 你知道吗 更何况你是一个男人 更不应该让你爱的人迁就你 还在那边沾沾自行 说 我的女朋友 我不适合实力的 坐我电单车也是可以 所以我知道 他可以坐电单车 可是重点是 你觉得他只适合 而且只配坐电单车吗 是男生呢 你在在下的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给他坐很好的车 你要给他坐电单车 还是坐你的梦想车 还是他的梦想车 给他一种更好的安全感 你男的我跟你讲这句话 可是如果 我家里有四个女儿 如果我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跟他讲的 如果 我不是叫他实力 最起码我会跟他讲的 少一个有上进行的 虽然他电单车 如果你能让他女儿 现在驾电单车 你可以陪他坐电单车 但是如果哪一个 两个都驱电单车 你都可以追 你都可以叫他追 都可以坐他的女朋友 但是哪一个 比较有上进行的 这个才是你未来要考虑的 对吗 我没有讲说骑电单车错 可是你应该要有上进行 因为我很喜欢刚才爸爸讲的一句话 他可以陪你坐电单车 可是他为什么要迁救你一辈子 就算他愿意都好 可是你舍得 最重要是你舍得 让你这个心爱的人 迁救你一辈子呢 我陪你讲真的是这样子的 常常的时候啊 有时候你要出机票 给你的爸爸妈妈去旅行的时候 就嘞 你买好给 你讲到带他去旅行的时候 别别别别别 你要不用花钱 不要花费钱 哎呦自己 留着用就好了 你孩子还没有当他 可是哦 我跟你讲好消息 你买完机票送他了 如果他跟朋友一起去旅行 哇你买了 跟你爸爸一起 就是你的父母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还没出国之前 他已经传遍整个甘邦了 哎呦我的儿子真的是不得了 他不要不是因为他不想去 而是他真的很贪我 他希望说这个钱 你可以帮助到你 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给他 他会不要吗 不是他贪 而是能够享受 当然我们一定要孝敬 对不对 你能够做到 当然记住 老婆 有时候哦 你买花送他 浪费钱 笨蛋 签给我更好 对不对 买什么戒指 浪费钱 我跟你讲 等你真的买到给他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心不知道怎么软 怎么爽 对不对 花拿到的时候也这么开心 对不对 所以记得 男人要懂 改天有一堂课 我会跟你们跟上 男人讲 男人要听得懂女人讲的话 OK 他讲不要的时候 他是要的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该做的 我跟你讲 男生要负责的人 还是要负责的人 因为女生 当然我们讲做 男生争气 你的男朋友争气 你的男人争气 你的男人争气 你更要给他更多的知识 因为能够争气 绝对不要放弃 好 今天 就到这边 一步的离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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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